實在太過分了 這邊是比Disneyland更加Disneyland的華為Disneyland 辦公室哪裡有這麼大的草原 這邊每一天晚上是可以免費領宵夜的 華為員工就是很幸福 嗨嗨我是柯恩 今天是在東莞的最後一天 看看我在哪裡 5年之後就地重游的華為研究基地 就是歐洲小鎮風格的 上次我講的 華為Disneyland就是在這邊 真是很美耶 因為如果你們還記得的話 我在2018年的時候 就是有來過 然後也拍了video啦 5年之後現在就地重游 聽說已經變到很大 然後整個都見到美美了 然後也有很多很多員工 所以5年之後來看看到底有什麼分別 這邊叫什麼民謠啊 我很難念的那個名字 溪流貝波村 OK其實這邊在東莞的宋山湖 我已經記得了 因為5年前拍過的片 不過現在回憶回來了 很漂亮耶這個火車 Bye Bye OK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area叫做福利堡 其實就是水澤蘭的一個小鎮啊 實在太過分了 辦公室哪裡有這樣大的草原啊 胖子不是坐椅子吧我們 哇還有buffet耶 蜘蛛餐 然後遠方有7-11 難以想像在這邊工作的日子 華為員工就是很幸福 前面這個是什麼我一直看到那個椅子會動 你看它就是會一個會動的椅子 自己推的自己推的 我是華為員工 今天有超多小朋友 聽說今天是華為歐洲小鎮的家庭熱 就是他們可能半年都會搞一次 然後員工是可以帶家人來這邊玩 以前了 因為這邊真的很像Disney的嘛 就帶小朋友來玩玩這樣子 所以今天 歐洲小朋友 OK 現在我們去了這一站 就是比利時站Biojum OK 就整個建築風格馬上不一樣去了 叫Brown 哎 這邊淺淺給大家科普一下 整個華為松山湖的歐洲小鎮 戰績是2500 超級無敵大 裡面有12個不同的小鎮 就是不同國家主題的小鎮 有比利時啦 有Paris 有紫蘇蘭 就是歐洲國家 他就把它每一個區 規劃成這樣 然後不同的建築風格 就很特別 很大 然後裡面這邊是可以容納2.5萬個員工 重點 剛剛華為的一個員工告訴我 這邊每一天晚上是可以免費領宵夜的 然後他們會有那種夜市 然後擺攤擺攤一當當一當當 晚上加班的時候 如果你們肚子餓 你們就可以免費去拿 他整個榮耀榜都放出來了 最優秀員工 哦 前面很熱鬧 什麼鬼 為什麼後來辦公室裡面 會有小丑在捏氣球 誰的辦公室可以做到這樣 絕 小豬 沙霞 什麼 畫小豬沛綺 畫糖 畫糖 小豬沛綺 很可愛 為什麼我在華為辦公室還可以有花糖 賣芽糖 那不然是咖美 七星的这边根本就不是办公室 这边是游乐园的啊 为什么大家都在玩 我四彩冰冰五元六三又有balloon又有小丑 我的天 连VR都有 oh my god 风景好美啊 感觉这边上班星期会很好 因为它整个氛围就是让你觉得 哎我又有顾及家庭咯 这边整个环境又很好 又很多绿色植物 公司给员工福利也是很多 听说华为人工也是很高 免费贴膜free的 提供华为手机免费贴膜服务啊 这样就可以把我P60 Pro贴膜了 OK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 这边叫做三亚坡 这边哦 我后面这个就是模仿Paris 是真清的那个整个建筑风格 很漂亮很漂亮 而且它里面是图书馆来的 里面真的是长属的 长了很多 就是很珍藏的那种 就全世界可能只有一本两本的那种书籍 华为山亚坡 就是我们在的地方 哎它这个楼库很漂亮 整个东道真的是很Europe star 很game哦 怎样可以建这样大的建筑物 有110亿 果然是花了110亿去建造整个园区 很夸张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我去了布拉格 这边是布拉格是吗 我就算再度重游我都还是很震撼 里面可以看可以拍照 但是不能post 有一些重要的GIMMY 所以我们就把相机放下进去看了 也就是这个星光夜市 这边呢到了傍晚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去摆摊 然后卖食物 其实不是卖就是给 然后如果你肚子饿 你想吃宵夜 你就直接来这边拿就可以了 免费了 但是现在白天 所以还没有摆摊 它就做成了露营的感觉 谁都可以在这边做 谁都可以在这边过夜的 如果你们要的话 上次我们都没有走到来这边 这边是新区来的 你就坐在这边湖畔 然后喝茶 哇哦 血液 如果你是在华为做工的话 你就是坐在那边做工 可是也是可以啦 可是你想想看啊 你要在一个丑丑的office做工 还是你要一个在这样美的环境下做工 选美美的当然是 极有feel哦 我觉得可以灵感就出来了 来走啊 我们去IndoJu 我懂啦 5年前跟5年后的最大差别就是 它多了很多园区 比如这边是新的 每个园区它做得更加完善更加美了 好像那时候我看那棵树 就是种到丑丑这样子的 现在那棵树全部长到美美 然后它做到更漂亮 然后放了很多设施这样子 这边不是华为Disneyland 这边是比Disneyland 更加Disneyland的华为Disneyland 太夸张了 我真的是觉得我去了Europe 我刚才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这边真的是中国吗 我以为我去了Europe 还要一次过去12个Europe的国家 给你们看这个我买的手信 磁铁 耶 耶 很可爱 这个是我们刚才进门看到的 走了走了 这是我第二次来 我希望下次可以再来 因为真的我觉得很漂亮 就是来观光也好啦 我觉得很美耶 为什么管不到 OK 走了 拜拜欧洲小镇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